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有序广播 这个就是有顺序了 对有游戏集有顺序了 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发送广播的时候呢 跟前面发送广播方式不一样 前面用send broadcast这个方法就搞定了 这个呢是用send order broadcast 也就是说这是由发送一个有序的广播 好那么写广播的方式呢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在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叫做 优先级这个属性 是吧我们在前面写activity的时候 也是用了这个属性 它的范围是在-1000到1000 那么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那么在广播自由器中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result extra result extra的方法 那么将一个band的对象设置为结果级对象 传递到下一个接受者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a有个b是吧 你a先接到a里面可以存一些值 然后把这个值的传给b 是吧那就可以把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设置啊 当然它里面存的是个band的 OK 那么使用这个send order broadcast发送这个游戏广播的时候呢 还需要有一个有一个权限参数 如果是为no的话呢 表示不要求接受者去声明指定的权限 如果是不为no那表示接收者呢 需要有接收这个广播的这个权限啊 这是从安全角度来去考虑的 比如说系统短信就是有序广播的形式 就这个发动短信啊 我们呃接收短信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有接收短信的这个权限才可以 对吧所以安装一个app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如果这个app需要有接收短信的那个功能的话 他会提示你 对吧 说这个这个应用程序需要有接收短信的这个 这样一个权限 需要获取你的什么地址啊 哎对对对对一大堆是吧 那都是这个这个呃相应的这个权限啊 OK 好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发送啊 来进行发送 那么呢我们有序广播就可以进行怎么样 终止广播传递了 比如说我不往下传 那就用的方法叫abort 这个blogcast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中断 好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演示一下我们先给他再来一个按钮吧 OK 我们再来一个按钮哦 放在这 转过来 好这个叫做什么 发送一个有序有序广播 OK 有序广播啊 然后呢我们同样给他来一个啊 click 我们这这个叫有序的叫什么 sendermal click叫send什么 no 啊不是nomal了sendermal这个是不是older啊对吧 sendermal order click啊这是这个sendermal click这是older click 好我们这个我们改名叫做older 好这是我们的方法名抓过来 我们现在要放在这个位置 public 这一刻粘过来 然后呢是一个view ok好我们发送的时候呢用zsendermal click sendermal click 我们看一下啊older这个方法 看来啊嗯 older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那里面呢会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的这个 intern的对吧对对对会有intern的第一个是一个intern的那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去给他创建一个intern的等于另一个intern的啊 好 好 你有intern等一下我们再给他写上去intern的然后第二个参数呢是是这个呃我们的一个权限信息 你看第二个是对是一个权限叫receiver permissants就是接收的权限如果我们写闹那表示我接收这个游戏广播不需要权限这个意思ok 第一个是啊参数啊 参数第一个啊intern的就不用说了啊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权限了 接收前权限是吧 对就接收这个广播的人接收这个广播的广播接收器需要有的权限需要拥有的权限ok好这边我们再写一个广播接收器啊再写一个广播接收器好这个我们叫3啊写第三个了ok 剪接掉 这个不要啊第三个我们用来比如说呃接收的是一个嗯我们同样也是用tost先简单点啊 post呃matt text然后呢context对吧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呃假设说我说的是自乎串的东西是自乎串的东西我们说有序吧对吧这是有序 续这个广播接收有序广播一比如说 ok 点这个叫什么 这个tost.start ok ok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对吧第三个那你我们不是说他是有序可以接收有序广播吗对对对吧那我们就比如说要见两个看谁先接到是吧两个接收器两个接收器对吧两个接收器那我咋等呢就再来一个创建新的创建一个新的接收器这就是几啊三四对吧哎就第四个了啊 第四个广播就起我们同样呢也是这个呃toast toast然后matt text这个我们叫呃context 一样context然后呢这个叫呃有序广播二可以吧嗯然后呢这个是toast.sort.sort 这是第二对吧好让我们打开清单文件清单文件这个三根四呢我们就需要给他来一个注册一个呃 action对吧来写一个action的名字呢action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intent啊对对吧在intent里面我们是需要给他一个action啊给他action好现在我们用的是假设说我们就不用这个啊 不用这个不用这个不用这个但是我们还是得这 对大同小异还得用一下是吧对对对能改个什么二啊 ok现在我们发生了一个二啊发生了一个二这个广播这个action然后呢在这个清单文件当中这个也是二 ok然后这一串他也能接收到对吧对也能接收到ok 好现在这个三跟四是不是这个action是一样的呀嗯action是一样的对吧他俩都能接收到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们是哎理论上来说他们两个是优先级相同 理论上来说呢应该是随机的对吧随机的去接收到接收到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叫什么 给他加一个那个就是优先级那种优先级是吧对写个优先级比如说这里写100然后这里呢也加一个优先级叫做什么200 好他这个优先级就算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呃负1000到正1000对吧越大的对数字越大他的优先级越高 他就优先级接到对吧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四级接到是吧对对对四级三后接到没想到是这么来这个意思啊对ok这样意思这是两个这个广播交友器是吧两个广播交友器ok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发生的广播ok没有问题是吧 发送一个什么有序广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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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点击发送一个有序广播 走你 好慢 有序广播一 有序广播一 二已经弹完了 我这边是 我这说我这怎么直接弹个一出来 对吧 还是直接弹了一个一是吧 你看一直是弹了一个一 为什么直接弹一呢 也就是说小米手机的原因了 他多个的时候他只弹一个 你看只弹一个 只弹一个是吧 只弹一个一 为什么只弹一个一呢 因为一是三嘛 对不对 一是三 一是在后边是吧 对 那如果把它写大一点 那就先弹几 现在就是应该弹二 因为一在前面是吧 先弹一再弹 对 先弹一再弹 然后后来可能说就一直弹二了 对 现在就是一起弹二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他一直弹不出来了 嗯 OK 我们给他测试一下 好 走 嗯 是不是弹二啊 现在 一都没有了 就弹了 就弹了永远是最后一个的嘛 永远开始弹最后一个 对 因为他这个 这是因为小米手机呢 他为了屏蔽这个 这个你这个 频繁发广播 不你频繁这个toast 明白了吗 频繁用这个用用这个toast 所以呢 他就只显示这个最后一个 他可能这边能显得帅 对 我可以对灯发 是我看到的 哈哈哈哈 你看是不是有一样 有意 他他这个刷的特别特别快啊 他这个小米手机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 弹很多个toast的时候 他改过了啊 这样一个一个特点 你可以说这个优先级 来决定他 对吧 哎 来来去这个 哪一广播先接收到 好 好 那么下面我们call 我们说这个广播 他是可以进行怎么样 中断了对吧 对 可以进行中断 你看现在我这个 3是不是优先级高啊 嗯 这个4优先级低啊 对 对不对 优先级低 那我在3里面 如果我想要怎么样 那结断 结断 这个广播的话 对对吧 那未来你介绍到短信的话呢 哎 可以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对不对 那这个 方法叫什么呢 叫boot boot locast 这个方法来进行中断 对吧 哎 这个这个方法叫 这个 中断什么 这个有序广播 最只有这个有序广播才能中断 其他广播是不能中断的 对对对 对吧 普通广播 他是所有人都能接收到 是不能中断的啊 那么我们说还可以用这个什么方法呢 刚才说这个site 一个 一个result 然后他怎么 然后呢 主要的 主要的 这个 acture 传一个bander 然后呢 去给下一个广播 这个传递数据是吧 你看你可以传一个的 一个这么串 也可以传一个bander过去 这都可以啊 可以 哎 你可以给他传一个bander 传一个bander过去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 呃 这个创建一个bander内向对吧 data 然后呢 我们去 另一个 这个 办的对象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这边 你把这个data呢 是不是给传过去啊 然后呢 这个data里边 你可以进行怎么样 进行put一个 这个 对 死菌 对 put一个死菌 比如说 我来一个info 是吧 来个info 然后随便给给一个值 啊 叫做呃 广播一 好吧 广播 这个就是他把这个广播一 就传到那个 后来接收那个 哎 对 他就把它 把它传递到下一个 这个接收器里面去 啊 就类类似于这个 这个意思啊 我就写广播一 ok 好 他就往下进行传递了 是吧 往下进行传递了 好 往下进行传递的时候 这边4 就可以怎么样 这边4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进行接收了 get 什么 类众的 啥玩儿 是不是这个 对 类众是actors 对吧 里面有个波值 这个波值就是 看你这个有没有啊 这是直接拿自助串的 是吧 直接拿这个 这个这个 啊 主主主刹 麦克 麦要不要创建这个 制作这个啊 有如果没有的话返回到有没有值 对吧 嗯 就啊 假如说写一个on force 好 没有的话我就 不创建 然后呢 这边出来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班的班的对象 嗯 你拿了一个班的对象 对吧 好拿了班的对象以后呢 那你从班的里面再去什么 这个是get 死菌 是吧 get死菌 拿info 是吧 拿info 出来以后是谁啊 是不是拿到这个info了 嗯 对不对 对对 好这个我再给他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 info 可以吧 嗯 这样的话呢 是接收到的就是 他就可以 呃我们先测试这个啊 先测试一下这个传参这个这个 这个 方法 嗯 我们一发送的时候呢 他就能把这个4里面就能把3 传过来的数据给打印出来 啊 这是广播之间相互传递数据啊 点击 应该显示最后一个的时候 你看看 最为广播一啊 嗯 对不对 广播一这不值这不传过来了 对不对 ok 传过来了 好 那我现在如果是我要进行中断这个广播 看啊 中断这个广播的话 再运行一下 那就是 4还会显示吗 不会了 就不会显示的 就直 现在就能看点3了是吧 嗯 能看见3 哎 这就是他显示的特别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走 显示的 哎 游戏广播1 有了 1现在是有了 2有吗 2没有 因为被中断 对吧 因为被中断了 好 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实现我们比如说短信拦截 我们说短信发送过来就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广播系统广播接受器是吧有有序广播那你呢就写一个有天系比较高的那接收到广播以后啊后面我们可以给大家写这个例子啊接收到以后呢然后你就判断这个电话号码呗 哎 是不是啊 短信接收到电话号码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是你在黑黑名单里面对吧 如果判断是在黑名单里面的那我就把这短信给怎么样 给拦截掉 就不那个往下广播了对吧 不往下发了 就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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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啊一个判断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有序广播的一个特点好吧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